深夜里,一个戴着鸭绳帽的男人鬼鬼祟祟地来到一个女人家门口 几声敲门之后,女人穿着睡衣迎接了男人 男人熟练地向卧室走去 而此时的另一边,她的丈夫仍然在公司为了这个家的将来熬夜的加班 女人的妈妈和孩子也已经熟睡 来到卧室后,男人摘下帽子说道 可女人万万没想到,她的这种行为竟然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 第二天,警局接到报案 郊区的一所别墅内发现一宗灭门惨案 男人的妻子,岳母,还有五岁的孩子都惨死在了家里 特案组立刻来到现场进行调查 屋内到处都是血迹 来到二楼走廊,首先看到的是女人母亲的尸体 法医勤明,查看了她的伤口 发现在其头部出现三处深陷型凹痕 其中,在后脑一处凹痕为致命伤 初步判断是厚重的钝气造成的 接着他们来到卧室里女人的尸体旁 女人死亡的姿势成熟睡状 头部出现被钝气反复击打的痕迹 脸部已经开始变形 在床的周围到处都是建设的血迹 法医助理小宇看着女人的惨状 发现两具尸体都有确保死亡的加固伤 究竟什么仇恨才能使得凶手猛砸她的头部数十次呢 旁边有一个已经空空如也的保险柜 死者丈夫说这里面曾有几百万的现金 刑侦队长林涛仔细检查后 发现柜子并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说明凶手很了解这家人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以为凶手就是开头那个男人 但这个离奇的灭门案件最后的真相 你绝对想不到 探员小强告诉林涛 据邻居反应 死者叫于莉莉 经营着一家外贸公司 是一个女强人 昨晚并没有听到任何叫声 现场发现大量带血的脚印 经过对比后发现来自同一个人 秦明有些疑惑 如果是单人作案连续杀害三个人 怎么会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与尖叫呢 回到警局后 秦明对尸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发现伤口处颅骨的破碎形状都属圆形 三具尸体的伤口形状基本相同 应该都是铁锤之类的钝器造成的 接着他们对死者的未溶物进行了提取 根据消化情况判断 死亡时间应该在晚饭后的四小时左右 助理小宇对于莉莉的下体进行了检查 发现他死之前曾有过性行为的痕迹 秦明让他仔细检查 如果能发现今夜残留 那么将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林涛这边对案件展开了讨论分析 同事小李已经带回了死者社会关系的调查 报案人是女人的丈夫 名叫苗正 此刻因为受到过度刺激 引起呕吐不止 正在医院输液 据他交代 昨晚案发时 他正在单位加班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 才回到家里 单位值班的保安也证实了他的口供 另外 小区物业的监控已经调查过 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员出入 凶手似乎很了解 小区的监控覆盖范围 但在于莉莉别墅大门的监控 却拍到了可疑的画面 一名男子在九点左右 进入到了于莉莉的家里 在别墅内待了五个小时后 晚上两点提着一个行李箱离开 箱子看上去很重 里面装的应该就是保险箱内的现金 经过监控拍到的脸部特征 已经和护积科做了对比 发现此人叫刘亚峰 家住南郊的花园小区 案件有了突破口后 林涛立刻带人来到刘亚峰的家里 在对其屋内一番搜索之后 并没有发现和案发现场有关的凶器 发现牙刷也没有早晨使用过的痕迹 探员小强猜测 可能刘亚峰在昨天行凶之后就跑了 因为他的电话也关了机 队长林涛告诉他们 仔细调查他的生活习惯 看能不能发现 与于莉莉家有关联性的信息 接着他在鞋柜里 发现了刘亚峰平时穿的鞋子 回到警局进行对比后 发现现场的鞋印就是他的 秦明提取了于莉莉体内的金斑 与在刘亚峰家里收集的毛发 做了核酸对比 比对结果也完全一致 负责技术调查的同事 解锁了于莉莉的手机 在手机里发现 二人已经偷偷保持关系 长达五六年之久 而且于莉莉每个月 都会给刘亚峰的卡里 转账十万到二十万不等 如此看来 刘亚峰就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 但于莉莉对他这么好 为何他要杀他全家呢 随后林峰让警局发出了通缉令 并让一线的民警们 也纷纷参与协助调查 但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丝毫没有刘亚峰的任何踪迹 这个人仿佛人间消失了一样 案件到此陷入了僵局 为了推动案情的进展 林峰带人来到了医院 尝试从情绪稍微稳定一些的 苗正身上寻找一些线索 从他口中得知 刘亚峰是他和他老婆的健身教练 自己也觉得他教得很好 还曾资助他 开了一个私人健身会所 可后来因为经营不上关门了 苗正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白眼狼 竟然毁了自己的家庭 苗正越说越激动 竟然又不自觉地想要呕吐起来 小语赶紧给他倒水 让他吃药 这是细心的秦明发现 他的这种胃病 应该是精神压力大导致的反应性胃病 神经一旦收到自己 就会发生呕吐 接着林峰问他 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妻子和刘亚峰的关系的 苗正说之前并不知道 直到这次悲剧发生后 自己才怀疑妻子 可能已经背着自己出轨了 结束问话离开时 秦明看着苗正 隐约觉得这个人在隐藏什么事情没说 出来病房后 他告诉林涛和小语自己的疑惑 并喊上二人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进来之后 秦明直奔进了卧室的洗手间 果然如他所想 在洗手池内有一些呕吐物的味道 随后他让林涛帮他拧开了下水管 并从里面倒出一些带血的食物残渣 此时外边的小语 看着床上的血迹 突然觉得有些奇怪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他喊来秦明和林峰 在床上铺上干净的白床单 让秦明以于莉莉最后的姿势 躺在床上 随后他开始模仿凶手作案时 血液喷溅的范围 并用红色的笔做出记号 血迹建设的最远处 在床另一边的台灯和床头柜上 但当他把白床单 拿开和现场的血迹做对比时 发现在于莉莉和台灯之间 却并没有血迹喷溅的痕迹 林涛疑惑道 那么这中间区域的血液去了哪里呢 看着这个奇怪的现场 他突然想到 会不会当时这里还躺着一个人 随后他让秦明再次躺在于莉莉的位置上 自己则躺在床的另一边 小宇再次进行了模拟现场 果然 于莉莉和台灯之间的血迹 落在了林涛自己身上 所以才导致这片区域是空白的 如此看来 现场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随后 三人再次来到食物残渣面前 他们猜测 这很有可能是苗正留下的 回到警局后 秦明看着监控分析道 在九点时的监控 清晰地拍到了刘亚峰的面部 但在他离开时 却只是以他的帽子和衣服 判定此人是他 这边的小宇 也对残渣进行了深度检测 检测结果出来后 他们发现 就残渣的消化程度来看 是放后五小时的 如此看来 案发食苗正就在现场 这个结果 另三人都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在残忍的父亲 怎么能对自己的孩子 吓得如此狠手呢 于是 秦明让小宇去做苗正和其孩子的亲子鉴定 林涛这边 也立刻把苗正带到了警局的审讯室 他再次审问 苗正是什么时候知道于莉莉和刘亚峰的关系的 苗正坚决地说自己是案发之后猜测的 可当林涛告诉他亲子鉴定的结果时 苗正终于忍不住了 开始激动地说自己白白替别人养了这么多年儿子 他们一家人 活该都去死 并愤怒地说 于莉莉这一年一直在外边包养男人 当年 自己就是他的司机 被他勾引结婚后才发现 孩子不是自己的 原本他并没有想对孩子动手 可没想到 在他决定带着刘亚峰离开时 随后他把刘亚峰的尸体扔到了江里 然后再次回到公司制造不在场证明 其实一个男人的婚后生活很简单 基本上把所有时间都给了挣钱养家的工作 在承担所有压力的同事还遭受如此的背叛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蟒牛还是建议大家理性处理 感谢三连支持 主页更多精彩 感谢三连支持 感谢三连支持 感谢三连支持